第十五章 成功修復 而騎著大貓的陳卓 就一路辭請 在奉仲穿梭 系統這個時候有提示 宿主正在純化千年苦雲 純復到百分之二十 中斷清零 陳卓跑一跑一跑 就好像電視機裡面 立馬一樣 立緊那隻大貓的毛毛 這個時候 搞到系統都不知如何反應 順複暫停 保持順複數據 系統心想 面對一個瘋子老 我可以有什麼辦法 跟他講原則 他認識鬼原則嗎 那些千年苦雲所停的位置 正是驅魔警署的門口 這個時候的陳卓 完全忘記了身體的疼痛 亦都忘記了那個找他的001 更加忘記了所有驅魔警察 但是 他唯一忘記不到的 就是他的大袋零食 不是 是一大堆零食 於是 他噔噔噔聲 小跑那樣進去驅魔警署 化身成特工的他 避開了警署的工作人員 靜靜地 輸了進去休息室那裡 在休息室裡面 陳卓認認真真地清點好零食 還要整理成幾大包 出出日約搬了幾次 最後一次離開之後 陳卓也再沒有回來 在路上 一隻堪被大象的千年苦雲身上 一隻小鬼 頭手腳並用 抱著幾大袋零食 陳卓 一身輕鬆地 駕馭著這隻大貓 在城市的街頭狂奔 沒多久 他們騎著的大貓 來到青山精神病院外面 因為在陳卓的潛衣室裡面 他已經當了這裡是他自己的家 陳卓 拿一個小鬼身上的零食 掛在自己身上 叫他的小鬼 用鬼暗眼屏蔽了攝像頭 還在裡面幫他開了一個鎖 接著 他在精神病院的大院裡面 搜尋了一圈 然後在地上撈起了一些空氣 扮成像繩子一樣 在大貓身上 是威是小的 這樣繞了一大鱗 用空氣 將那隻大貓綁在精神病院的長燈上面 那隻千年苦雲 就眼白白看著陳卓做了所有的事情 他忽然覺得 自己真的好像被他當作是貓仔 於是 他靜靜地退後了兩步 想著趁陳卓不為醫 就輸了去 誰知道這個時候 突然系統有提示 恭喜宿主 順花坐騎一頭 千年苦雲 一些機械聲響起 有一條虛化的繩索 就套住了苦雲的頸 將他真的綁在牆燈上面 那隻苦雲心想 你不是這樣玩吧 我畢竟都是千年苦雲 老虎來啊 而陳卓在千年苦雲的注視下 左手有一包零食 右手有一包零食 背上又揹著一包零食 胸口前面還有一包 在那隻小鬼的幫助下 神不知鬼不覺地 輸入自己的病房裏面 坐在自己熟悉的床上 撈著床單 便自著著地 開始咬薯片 不知搞了多久 陳卓終於頂不信 弱腳聲地睡著覺 第二天一早 茶房的護士 打開陳卓病房的門 他見到病床上面 陳卓全身都是血 打橫地躺在那裡 而床褥上面都是血 額頭上面 有一個很顯眼的傷口 陳卓 救命啊 有人來啊 嚇到護士 整個人躺在地上 口疾疾地大喊 而陳卓 就迷著迷著 在床上坐起來 尤其是他的臉 尤其是他的臉 整臉都是血都不再講了 嘴角上面 還黏著一大堆薯片水 望震一點 還可以見到他 昨天中午吃那頓 紅燒肉 留下的那些汁 喂 做什麼啊 陳卓打光 哭到迷迷懵懵 看著那個護士問了一句 這個時候 他都還沒睡醒 因為昨晚 實在回來太晚了 而護士呢 見到陳卓還沒死 於是扶著門 慢慢站起來 很小心地走到陳卓的床前 視視他 還沒呼吸 是熱的 還沒死 陳卓 誰送你回來的 我自己回來的 護士當然不敢相信 於是伸手 摸了摸陳卓額頭上面的傷口 簡直是觸目驚心 嚇到護士趕快問 你那個額頭 怎麼會有個傷口呢 自己搭傷的 那 痛不痛啊 而陳卓呢 後知後覺地扁了嘴 在那裡說 痛啊 對了 還有啊 他將自己身上所有的傷口 全部指出來 嘩 手上又有 腳上 護士見到這樣 於是摸摸他的頭 哄他 哦 我見到了 最壞都是那幫壞人 嗯 是啊 我們全部都是壞人 來的 第十六章 抗泉水 很快 驅魔警署的局長 就收到封 跟著整班人 走到醫院 這裏 一齊來的 還有跟陳卓一齊出去的醫護人員 在辦公室裏面 院長李青山 就發脾氣 如果我不給你電話 你是不是想著直接報死亡處理啊 一個堂堂的警察局長 低頭 好像一個認錯的小孩一樣 嗯 其實 我們都想不到陳卓會自己走回來的 不過我們想著找到他先 再通知你 免得大家跟著一起擔心嘛 那陳卓如果沒有回來 不見了 又或者被這隻鬼那隻鬼擔走的話 那怎麼辦 嗯 千錯萬錯都是我們的錯 你要罵我 儘管罵吧 我周外國 用性命保證 絕對不會有下一次的了 你還想有下一次 他是一個重症精神病人來的 他不是正常人 這次是幸運他自己走回來 下一次是不一定的了 周外國 一聲都不夠膽出 任得院長指著他鼻子不斷罵 周外國 這次來精神病院的目的很清晰 他想著 就算被院長罵到他跪下 他都不可以被陳卓 這個這麼厲害的人 在精神病院這裡荒廢 而另一方面 處理好傷口的陳卓 就坐在大院的雙長凳那裡曬太陽 掌握著蘋果 一邊咬 一邊看著那些雲發牛鬥 這個時候系統又響 宿主是否接受精神疾病治療 宿主是否接受精神疾病治療 宿主 哎呀 你煩不煩啊 陳卓聽到系統聲 已經聽到很煩 所以就很嫌棄地罵他 系統第四十三次上肆治療失敗 在醫院外面 停了一部黑色的私家車 在車上 有三個人走下來 一對中年的夫婦 還有一個帶著黑超的年輕女 他們三個人 在醫院門口說了幾句說話 那個年輕的女生 就指一指陳卓的方向 好像在說什麼一樣 而陳卓這個時候就換了個姿勢 趴在一張長椅上 摸起雙眼 他覺得 為什麼這個女人 好像很面善 不過 這兩天接觸的人 實在太多了 他突然有點醒不起來 那三個人 跟遠方接觸了一會兒之後 就有一個護士 帶著這個年輕的女生 來到陳卓的面前 那個女生除了眼鏡 陳卓一喊認出對方是誰 哦 原來就是心口 兩個小求求有病的張幽幽 張幽幽 比之前那兩天瘦了很多 整個人落了影 整個臉都凹了 連黑眼圈都出了 之前 扎起很利落的馬尾邊 也都變成了披肩腸髮 穿上了便服之後 陳卓差一點就認不出 而張幽幽 就在腦裡面 好快速的思考 應該怎麼跟一個神經人打招呼好 不過 陳卓開聲先 小求求 幾天沒見你了 我去過你上班的地方 不過你不在 陳卓很主動 不過張幽幽 就站在陳卓面前 很不安地說 我 我去醫院了 陳卓即時整個醒神了 是不是呀 我也說 你的小求求有病的啦 呃 是晚期 我可能 沒多長命 張幽幽呢 很牽強地牽動嘴角 努力令到自己的情緒 看上去正常一點 陳卓跟著開聲找 呃 你來找我 是想要我幫你呀 張幽幽沒有出聲 只是抹了抹頭 自從上次在精神病院裡離開之後 他經常覺得身體有點不妥 回家和媽媽商量了之後 在媽媽建議下 就去醫院做了檢查 就在今天 檢查有結果 跟陳卓所說的一模一樣 而這兩天的事 張幽幽也有所耳聞 就令到他和父母都被迫著要相信 面前這個癡癡的確有常人不具備的能力 而他是一個被醫生判定了必死的人 陳卓的說話 就好像是懸崖上面的一棵草 你一跌落的時候 見到的話 你是揮緊它 還是不揮呢 一不揮緊它 你就死定 揮緊 可能還會有命 而陳卓呢 就向後一挨 整個人摊在椅背上面 手指揉了一揉 視意這個世界是沒有免費的午餐 張幽幽見到 就馬上在袋裡 把所有的錢拿出來 他都未遞到埋去 陳卓是一刻起身 一手垃圾過去 然後雙手插袋 吊兒郎當地走到小賣部那裏 賣了一支抗泉水 他拿著抗泉水 左搖右搖 又跳起來搖 總之呢 就好像發光癲的調酒一樣 本系統 本系統為正規系統 不是那些偷握拐騙的系統 請宿主好指為之 系統正在改善水質 龜形血 隨著陳卓拿著水在喪澳 太陽光底下 瓶裏面的水質 開始慢慢變得微紅色 醬油油再擦眼 那瓶水又是變回透明 陳卓拿著水 走到張悠悠那裏 一路走一路說 好了 一口過 喝完它 你的病就好回一半了 他講完之後 一手就把那支抗泉水 放在張悠悠那裏 然後就轉身 掃了剛才的錢出來 在那裏數 完全都不理張悠悠了 而張悠悠拿著抗泉水 認真地看了一看 沒理由的 明明就是一支普通的抗泉水 硬說有什麼不同的話 就是被陳卓搖得起泡 好像那些人熱氣嗨尿那樣 難道剛才自己眼花 不過這時候張悠悠都不理得那麼多 拧開瓶蓋 打算試試試 而陳卓 站在沒有多遠的地方 大大聲地說 喂 要一口過 一口過殺它才行 而張悠悠 就說有咬咬牙 動起一支抗泉水 咬咬咬咬咬 一口氣喝了落土 喝完整支水 張悠悠也想著 認真地體會一下 胃裏面的抗泉水 但是 一點特殊的感覺都沒有 他拿著空的水瓶 嘴角在那裏苦笑 他想著 自己怎麼會這麼愚蠢 居然相信一個瘋癢老 可以治好自己的病才行 根本福 幸福 偉大的 性力 腳 被 DENNIS 肚子 讓 號 差 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